探讨活动9 肾脏的观察 动物细胞进行代谢活动时 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代谢废物 这些废物分别由不同的器官排出体外 维持体内的恒定 肾脏是人体最主要的排泄器官 位于腹腔后臂、腰椎的两侧 是制造尿液的主要场所 实验1 肾脏的构造 将洗干净的猪肾放在解剖盘中 稍后清理附着的脂肪 我们可以在肾脏的凹陷处 发现管子般的构造 上方管壁较厚较粗的为肾动脉 较薄较细的为肾静脉 而位于肾脏最下方的则为输尿管 观察完肾脏外观 利用菜刀将猪肾沿着中线纵切 方便我们观察内部的构造 过程中,小心不要被菜刀给割伤了 我们可以发现 猪肾外侧与内侧的颜色明显不同 外侧颜色较淡的为皮质 内侧颜色较深的为水质 水质由许多叫做肾锥体的锥状构造组成 这些肾锥状体都指向中央的肾鱼 想想看 尿液最后是借由肾脏的哪个部位 进入输尿管呢? 实验二 肾源的构造 肾源由包式囊、肾小球、肾小管、亨尔式套、远区小管所构成 是肾脏制造尿液的基本单位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肾脏切片标本来观察肾源的构造 我们可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极为肾脏皮质 在皮质的部位有许多球状的构造 其内部为围血管所形成的肾小球 包覆在肾小球外面的杯状构造 称为包式囊 想想看 这些管状构造 各由几层细胞所构成 所负责的功能 各是什么呢?